又走了。 寇北月耸耸肩,道,这家伙神神秘秘的,我和他也不熟,上次我在便利店门口吃酸菜泡面,他突然就找上门来,还说要带我回北方。 双引号。 张元清听着对方喋喋不休,仔仔细细地讲述和抹眼天王的相识经过,忽然意识到这个外表酷酷的少年,其实是个话牢。 听完后,张元清点评道,你可真有勇气。 寇北月文言,昂起下巴,暗藏骄傲,我知道他很强,多半是圣者敬的蛊惑之妖,但我的信念是,强者可以让我恐惧,不能令我屈服。 张元清看他一眼,我指的是你吃酸菜面这件事上,很有勇气,建议你再买支达克宁软膏服用。 寇北月骄傲的神色凝固在脸上。 张元清又问道,刚才被那家伙打断了,继续聊吧,你成为蛊惑之妖后,应该有调查过杀你姐姐的人吧。 详细说说,寇北月脸上的恨意重新浮现。 那畜生叫赤岳安,沙口区的执事,四级伙师,我听说是生命三家里,朱家安排在五行盟的,他原本是朱家坠续,后来离婚,进了五行盟。 双引号。 张元清默默听完,对刚才交手过的执事,有了初步了解。 寇北月没有继续说下去。 然后呢? 张元清问道。 什么然后? 然后,杰傲少年反问。 他为什么要杀你姐,你姐死前的状态来看,明显遭遇了监禁,虐待,性侵,对于一名身居高位的执事来说,不太合理,我想不出他下三滥的理由。 你姐失踪前,到底遇到了什么,失踪后,被监禁在哪里这些你有查过吗? 张元清问。 寇北月摇头。 张元清难以置信,你两年时间里,就知查出赤岳安的身份背景。 寇北月察觉到对方异样的目光,不服气地解释道。 我又不是官方成员,缺乏渠道调查,也没学过这些门门道道,我更擅长打架。 另外,蛊惑之妖也缺乏这方面的技能。 另外,赤岳安是官方的人,他一直在掩盖这些事,我查不出东西,难道不是很正常? 难道不是你蠢? 张元清晨吟道,你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,你长期蛊惑治安署的治安员,让他替你去查。 寇北月愣了一下,好一会儿,强行解释道。 无痕大失利过规矩,不能对普通人使用能力。 万一查出什么东西,被灭口了,岂不是害了无辜者? 想不到帮忙救个人,还能摊上这些破事,的汇报给百夫长。 张元清道,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? 最好跟小元说一下被标记的是,因为那个神经病能实时掌控你的位置。 这时,寇北月的手机响了,看到是小元来电,他一脸欣喜,接通电话后,语气却故作不耐。 干什么?小元你还有完没完?我现在很累,要休息了,骂人的话等我回宾馆再说。 不用来了。 小元淡淡道。 你被无痕大失足出团队了,以后都不用来了。 寇北月表情呼得僵住,脸色仿佛愈发苍白,他深吸一口气,冷笑道。 不去就不去,老子一直独来独往,当初你不多管闲事,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逍遥快活呢? 谁愿意去那个破宾馆,挂了。 寇北月颓然地蹲在地上,他咬着牙,表情发狠,眼神却充满了悲伤和落寞。 像一条被抛弃的狗。 无痕宾馆,小元挂断电话,把手机放在床头柜,捏了捏眉心,嘀咕道。 那件破室总算有人插手了。 他理了理长发,缩进被窝,安心睡去。 的,也不用说标记的事了。 张元清道。 我给你纸条明路吧,你想给报仇的话,可以像刚才那个神经病举报,有你这个人正在,他应该会出手。 我自己的事,不需要别人帮忙,他帮了我,若是提出要带我去北方,我也不好拒绝,但我并不想去北方。 寇北月亨道。 北方的气候我不喜欢,我更愿意在南方的冬天里瑟瑟发抖。 张元清点点头,那就听我安排,官方行者谋害普通人士大罪,作为太医门的夜游神,我有权调查此事。 寇北月眉头一挑,似是有些惊讶,你要帮我。 不是帮你,是履行自己的职责,拿工资干事,天经地义。 张元清打开物品栏,召唤出福魔储。 在此之前,先净化你体内的标记。 这件物品拥有净化之力,使用它的代价是献祭精血,你往腿上扎一刀吧。 说完,把伏魔储丢过去。 寇北月接过黄童储,想也不想,狠狠刺在大腿,深深刺入。 鲜血像是遇到了海绵,被伏魔储尽数吸收,下一刻,成彻明镜的金光爆发,笼罩结傲少年。 寇北月沐浴在金光中,感受到了一阵燥热,旋即,挤压在心里的委屈,愤怒和无助,消散不少,念头通达了许多。 竟还能一定程度地净化情绪。 他一边查看物品信息,一边滋牙咧嘴。 好东西,可惜代价太大,战斗中不宜使用,嘶,好痛。 不,是你太实诚了,我让你扎一下,没让人扎这么深啊,你个二百五张元清沉稳点头,扮演着沉稳的宅男,道。 把东西还我。 寇北月毫不犹豫,把这件强力道具丢了回来。 接过道具,张元清正想收回物品栏,忽然想到,如果我是魔眼天王,我会不会顺手在太医门夜游神体内中下一个标记? 虽然这家伙自称杀人要讲证据,可邪恶职业毕竟是邪恶职业,与手续阵营天生敌对,有机会的话,标记一位队长及官方行者,实时掌控位置,何乐而不为。 于是,张元清反握扶魔储,轻轻扎破大腿皮肤。 扶魔储自动吸取精血,反馈给持有者日之神力,净化体内所有外来影响。 寇北月看了看对方腿部小小的伤口,又看看自己险些见骨的伤口,难难道。 你怎么不早说?双引号。 张元清嘴角一挑,我也没想到你对自己这么狠啊。 好了,赶紧离开这里,我们净化标记的行为,应该已经被对方感知。 远离康阳区的某个天台,正开启魔眼扫室这片区域的魔眼天王,忽然移了一声。 他侧着头,朝来时的方向望去。 我的标记被净化了。 一个三级夜游神,竟有这般手段。 双引号。 魔眼天王闭上竖眼,戴好头戴,拨通了下属的号码。 替我查一查,太一门驻康阳区的队长,是不是叫袁婷,他的相关资料,查完了发给我。 是,天王。 原始天尊的资料收集得如何? 黑市上有人递交他的犯罪证据吗? 魔眼天王问。 不管是指杀工程员的线索,还是原始天尊的犯罪信息,都没有。 找人很难,尤其是找灵进行者,这个结果并不意外,魔眼天王嘖嘖道。 这原始天尊还真是个道德楷模。 下属一愣,道,天王,根据资料显示,我认为,也许,嗯,他只是没来得及犯罪。 毕竟原始天尊加入官方,满打满算才两个月。 康阳区一家快捷酒店。 张元清站在廊道尽头,拨通了父亲阳号码。 现在是凌晨一点半,这个时候打我电话,是有什么重要事件吧? 父亲阳冷漠无情的语气说道。 是的,我有重大事件汇报。 张元清当即把扣北越和赤越安的恩怨,告诉了百夫长。 调查执事,需要长老的允许,赤越安是沙口区的执事,不是狗长老的直属下级,他不会管。 父亲阳说道,你如果要干预此事,那就收集证据,向分部高层举报他。 我明白了,百夫长还有建议吗?他想听听父亲阳的态度。 父亲阳淡淡道,有正义感是好事,但你现在不以外出活动,查执事及刑者是大事,闹起来,肯定会被魔眼打探道。 我的意见是,先别管。我完全可以易容,暗中调查,问题不大。 张元清道。第二件事,我刚刚见到魔眼天王了。你见过魔眼了? 父亲阳语气一沉。张元清又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 父亲阳沉默许久,分析道。 袁廷在太一门知名度很高,魔眼要查的话,很快就能查出袁廷身在京城,不可能在松海与他见面。 不过,他也不可能因此联想到你就是原始天尊。你照常潜伏吧,不用参与此事,分部的长老们近期会有动作。 不过此人非常谨慎,找他有些难。 张元清立刻道,我有魔眼天王的好友,可以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他。 好友。你居然和他加了好友。 父亲阳吃了一惊,旋即冷哼道。 愚蠢,胭脂不是对方引蛇出动之计。 他知道你是官方的夜游神,还敢加你好友,这足以说明问题。 百夫常说得对,是我考虑不周。 父亲阳嗡一声,道,还有,过几天我会召开白虎卫线上会议,公布招揽你的计划,全员通过后,我会向你发送招揽信息。 就是说还得等几天,百夫常,我对几千万的房子已经迫不及待了。 张元清道,好的。 两人结束通话。 张元清旋即进入房间,与寇北越交换联系方式,因为考虑到暗中调查的话,或许需要帮手,就让寇北越在宾馆等通知。 次日,张元清吃过早餐,目送小姨出门上班,告诉外婆早上没课,心安理得地回了卧室。 这段时间不用去单位,见不到老司机和李东泽,他在家里闷得慌,闲着也是闲着,正好查一查试直视。 不过在这之前,先把小元拉人帮派,让此事尘埃落定。 张元清打开帮派仓库,点击右上角的搜索,以纸代笔,输入,小元。 发送招揽指令。 几分钟后,灵敬提示音传来。 丁,小元已加入您的帮派。 其实把官雅拉进来也不错,还有指杀公主。 这样一来,我的帮派全是大美人,本帮主统领群芳,明扬江湖张元清给小元发了条信息。 扣北越我安顿好了,他的事,我会尝试调查。 小元回了一个恩子。 小元恐怕巴不得我接手扣北越吧。 张元清输入信息。 我也有一件事,想拜托小元阿姨。 小元,什么事? 张元清,我想猎杀一个三级的蛊惑之妖,练成阴师。 但你也知道,邪恶职业就像臭水沟里的老鼠,我找不到。 小元,所以需要另一只臭水沟里的老鼠帮忙。 张元清,哎呀,您太妄自菲薄了。 小元,呵,等着吧。 正说着,张元清看到一条新的信息传入手机,是谢灵溪发来的。 原始哥哥,我们有新成员了。 小元是谁啊,魔法少女吗? 身为帮派成员之一的谢灵溪,也收到了灵静提示音。 不,她是魔法阿姨。 张元清见入信息。 你见过的? 谢灵溪,嗯。 可我不认识啊,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。 她给小元回了一句多谢,结束聊天,接着回复小绿茶,无痕宾馆的前台。 啊,你怎么把邪恶职业拉进帮派了,这不好吧? 那个阿姨看起来凶巴巴的,她加入帮派真的没问题吗?可信吗? 谢灵溪对小元的印象,停留在初见时,知觉得那是一个很漂亮很性感,但脾气很冷很臭的女人。 放心,她是溃为人妇的同伴,人品没什么问题。 张元清开导了小绿茶几句,意外地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。 她?张元清愣了愣,连忙接通,喝道。 您老人家日理万机,居然有时间给我打电话,不开会了?不跑业务了? 老妈似乎没听出她的嘲讽,说道。 上次说的是,我联系过那位生意伙伴了,她今天有空,可以约你见个面。 PS,措字先更后改。